今年第17号台风梅基的中心在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沿海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2级 豪雨引发土崩 掩埋着江省丽水市水枪县苏村 造成32人失踪 就在消防拯救队员今天下午 在忙着挖掘瓦礼堆寻找失踪者的时候 消防救援队员在坍塌的墙体下 真听到微弱的呼救声 初步确定该处掩埋着两个人 目前正在进行紧张的救援工作 希望可以把他们救出来 截至29号台风梅基已经造成温州 沥水 湖州共12个县受灾 受灾人口达到76万人 疏散了31万人 多索防污倒塌 最困难的我们还是吸流的排水 吸流的排水像上次排水还没有排掉 这次又重新积水 所以房子大部分都还进在水里面 另外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下午视察台南市人的致洪池 了解美激台风对当地造成的灾情 夏英文强调这次美农地区淹水并非因美农吸一滴 而是溪水达到了警戒水位时 市区无法排水所致 证明了河川整治却有成效 MTV7综合报道